全球笼罩在 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呢 现在美国股市也是反反复复 那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是大跌还是结构转换等等 这个没有办法做预测 华尔街现在也很乱 但是呢 我都准备好了 我都准备好了 还是那一句话 你一定要看我的 看你一定要看我的 台股新攻略的节目 你一定要想办法呢 来填表 我今天买了一档 可能会变成绿界科技 绿界科技用七支涨点 我认为机会很大 当然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你可以赶快来听听看 还是来一句话 现实想购 今天给大家最大的优惠 只有五个名额 看看我台股新攻略 讲得更清楚 台股新攻略带你掌握 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顾曲林黛老师 感谢你每天准时的收看 今天我们要谈重电 上个礼拜就跟大家本周是 本周是重电转折 然后11月份是生计 目前 这个市场上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那川普的概念股 就是基础建设 石化 你看那个 美国特化 APD空气化工 我都讲过 昨天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今天四七五五的 就涨上来了 三五化三晃就涨上来了 投资朋友你这样动一个追逐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每个老师每天的标的都不一样 只有我比较坚持 我比如说威胜 中概电子股 那我看中概股是有原因的 投资朋友我们静下来 慢慢的想一想 今天我们等一下会 给老师按个赞 不会怎样吧 不会吧 这不是按个赞会怎样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奇怪 我每天有两三千人在看 按个赞是会怎样 我这样觉得按个赞 就这样一下而已 你做赞认不认同我 你都可以按赞 你认不认同你都可以按赞 按赞是对 就算我准备那么多东西 可是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你心里有数 我举证的东西 有没有道理你心里有数 就好像我说 辉达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废半这么难看 废半难看了 台积电连跌两天了 那台积电如果继续跌 会不怎么样 难道真的 那个联发科 红海 2382的广达 就会很好吗 这个我们都要自己问自己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 他们叫电子F4 那如果台积电 台积电明天不可以跳空下来 那就倒撞反转了 虽然就是它影响 我认为不太可能 但是股市没有什么不可能 因为今天有一个叫 德州仪器有没有 盘购是大涨的 正规盘是不怎么 到底怎么样不知道 因为你财报是普普而已 那个财报是普普而已 好 那想一想 不急 我们来做推论 我们来做推论 那这个我们 同学朋友 你给我按个赞 会怎样吗 我常常讲说股市 股市就是一个 心胸宽大能够接受的 你可以接受很多言论 我希望你到别的老师那边去看 你跟他按个赞 不是只有看我的 帮我按赞 因为你 你是一个很心胸宽大的人 懂我意思吗 你是一个心胸宽大 所以这个市场上 是给我三十多年了 这个市场上 是给那个心胸宽大的人赚的 因为心胸宽大 你才知道说 这个股票我爆了 不怕它下来 如果你这个资争币 叫说老师 我看你的节目 我要参加你 每天都要涨停板 每天啊 你也这样 我参加你 这样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 我参加你 你只要准备十万块 每天都一支涨停板 它是等比级数的增加 你不出半年 你已经赚了一亿 一两亿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小看那个十万块 但谁做得到 所以你每天 记望那些老师 老师跟你讲涨停板 最近不好做 每天标题都不一样 今天又怎样 什么光电展 PCB展 每天大家标题都不一样 每天讲的股票也都不一样 没有办法 都不一样 对 但是这里很奥妙 就好像我说过 挥达被调高 平等 挥达创历史新高 你看那个废办 那个鸟样子 那不是说 债镇 债镇 直立立上海 不利于 不利于 这个非电 南筹国 没有说到雄连碟两天 可是被办法 莫长 也是没有啊 也是没有啊 是不是 所以这里要嘛 就 那 什么叫时间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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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你不能骗了 台积电法说 我也过了 那个挥达的财报 要到下个月 你现在的时间在哪里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你还想什么 你要什么好怀疑的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但比较跟 不会鸟你美国总统大选 就是中国股市 就是中国股市 那我们等一下 就慢慢进入这个轨道 因为 来来来来 没关系 那我们 你今天 今天我们有一档很特殊的 就是就是你去看 很特殊 已经偷偷在涨了 我昨天跟你讲的 那个免费的会员影音里面 都是很小的股票 现在你不讲 小的股票 我都不都跟你讲 我跟你讲一档股票 这个叫绿界科技 没有人讲 少来 这个是没有人讲 可是你看他 二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 这涨停了 绿界科技 怎么可能有人讲他 我跟你讲 这种股票就是一种风潮 将来 我这么最有机会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莱德 就看时机的问题 有时候 你多少时间这样子 然后就等他一次这样子 像有这种潜力的 只有这种奇怪的股票 像我跟你讲 莱德那种奇怪的股票 是不是就让你猫到了 为什么 因为绿能 它有绿能的架构 它有台积电 水威斗银的架构 二三四九 拿给你看 他现在是这样子 他就能够这样子 他就是能够这样子 有没有像绿界科技 我说我这不出三天 不出三天 再怎么烂 你买15跟买16块好了 你买15块跟16块 不是差一块 是因为怎样 几%而已 是不是 可是你不要发动 我刚才跟你讲绿界科技 有没有 绿界科技 绿界科技 不是标范的 七只掌停 没有人会理他 也没有人理我们 跟我们讲的 但如果讲 如果你在我这个里面 有没有 有一档 今天开始涨了 还没涨停 三字头的 小型股啊 对不对 但是基本面 好得让你吓到一套 对吧 而且他跟 Netflix你知道吗 Netflix 网飞啊 创历史新高 拿给你看 F LX 网飞啊 网飞就是创历史新高 他财报公布 跳工作 历史新高 现在美国股市 多头也是这样 财报公布 跳工作就开始整理了 但是就表示多媒体 我这里面放了一只 都多媒体的 几十块 但是财报会吓死 你的好 有没有 好 那这一次我们 主要是什么 是洗盘嘛 那今天讲四盘嘛 还要再讲 还要再讲一周 这周跟下一周 所以我们今天现实抢购 你简讯会 你可以直接拥有 我们的专案组超盘 你可以都看到 我们讲了 讲了快一年了 讲了快一年的 技术现行了 还在讲四盘 还有一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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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从技术教学 像我们今天就讲到 讲到这个 待会讲 威胜的技术面 明天威胜 成败一天 就在成败就在一天了 明天威胜就知道了 威胜 因为成败 因为转折日到的嘛 四盘 就是技术 专属超版 是我们的会员有 所以你现在啊 你猜入简讯会员 一口气给你减免掉 但是只有五个名额 然后你呢 你忘了我跟你讲啊 没有赚钱 我一直帮你服务下去 但是现在直接给你实质的 实质的 给你实质的 一口气减免两万 但是只有五个名额 你也不用想太多 你买就来 沉蒙你看得起 沉蒙你看得起 你买就来 那居会员想会续约 也没关系啊 生体生败 是不是 来 生体生败 限时抢购 减免 能扣 能扣 26538299 只有五个 Only one Only five Only five 时间就是 现在没有问题了嘛 你全世界大事都发生啊 顶多今天晚上那个 德宜啊 那德宜等一下我们会看 德州仪器啊 那 现在大陆照就只等美国总统大选了 因为你会影响科技股什么的 只有两个啦 我昨天跟你讲美国 就美国现在跟你讲说 我昨天讲的一个很重要观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我讲 我觉得我讲的不错 有时候你没有给我按赞的话 我就有点失落感 我就有点失落感 每天你说掌听板 你就会去看他啊 这就我们老老实实 跟你说国际上发生什么事嘛 证券 中国大陆的证券股是多头的 中国大陆多头的领先指标 这全市都跟我讲啊 是不是 等一下你就知道 天风证券现在怎么样嘛 那这个时间就是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这个 这个什么 就不用讲了 这个时间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嘛 好那你有没有看我盘中视讯 盘中视讯 盘中视讯 好 那礼拜一没有 礼拜二还有 265389 我打电话来问 尤其这个 千载难逢 千载难逢 我不需要这么烧 已经很烧 还在减两万 四盘 限制抢购 我常常讲说 懂你的 你不用跟他解释 你不懂你的解释也没用啊 但是 现在的盘进入 大家不能嚣张的时候 说实在 然后每个老师都一样 我没有看过 我看空老师 我不知道有没有谁看空啊 那个也不见得是错 我跟你讲哦 美国华尔街 多空大 有人说 川普哪当选啊 这个通膨飙升 然后大崩盘来临 那华尔街一堆说 标普多好呢 七巨头会标到当时 因为这是个大日子 那这里还分啊 还分啊 川普当选 然后共和党多数 川普当选 共和党 讲共和党是国会啦 共和党国会少数 贺锦丽当选 贺锦丽当选 那民主党 国会多数少数 都还有分耶 对不对 还有呢 现在因为党格太接近了 会不会开不出票啦 平手怎么办 这也是百年少见 罕见啊 这个是冷知识啦 罕见啊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机制啊 甚至有人说 这没有不小心就内战了 什么说话都有啊 对吧 所以我还说 现在还有人看康 对吧 也不尽然是坏事啊 是不是 一直在做空的浑水机构 其实这有三个机构 新登堡 香园 园啊 我跟你有园分 那个园啊 那个字啊 左边再多一个木 木头的木 香园 还有一个叫浑水 浑的三天水 再一个军人的军 浑水 浑水突然间 大空头突然 昨天翻多 你想这样对吗 那大空头呢 突然间翻多 这两年 咬得咬咬咬咬 对吧 其实他没有新登堡厉害 新登堡厉害 好 那这个 来看看我们进入近年了 特兴工业 没在上来 最冷静大家应该知道 华尔街的报导 收盘报导吧 没在上来 所以 所有的稻穷 连跌两天 不过这K棒是首宏的 没在 没在 殖利率 还讲殖利率 不是 没在价格跌 殖利率上去 为什么 因为联准会的官员说 11月不见到降息啊 所以一定不降 通膨啊 其实这是对 就是 就是对干的啦 大家可能没听懂 川普说他当选的话 就是要逼着你这个联准会 拼命降息 但是他们联准会是独立机构 也可以叫他降息的 降息 他一定有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从联准会副主席开刀 对吧 恐吓 川普很厉害恐吓人 我们是在 是不是 但是 民主党就认为说 我们就按照联准会的这个 可是拜登的那 当初拜登 有没有 一会儿就被刷下来 一言讲过就 就被刷下来 换何锦利上去 拜登那时候也是 很希望联准会赶快降息 其实这 现在这样就不行了 因为 因为那个川普说 我当前你没降息 你给你试试 给你试试 给你试试试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子对对对应的立场 民主党都 林主委光源就 我是你左右的 对不对 通话也不至于不用降息 可是你看欧洲央行 欧洲央行都说 赶快降啊 我们你不降我们也要降啊 是不是 林主委就 然后我们看一下 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就稍微好一点嘛 你这两个差别嘛 你倒上去了 纳斯达克就 但是 我就说钱的这儿你看看 都钱的这儿 没什么吧 没在生 收益率啦 收益率生了 就有利 比较有利 那标普呢 就平平了 平平了 那七巨头ETF 也没有好到哪里 高点在这边 那七巨头ETF也没有好到哪里 这几天都开始 这二九三十啊 我都开始七巨头啊 开始 发布财报了 那备办呢 我不是说吗 他不是跟这样 回答不是创历史新高 他就怎么安诶 对不对 高点的七巨头是这样子 七巨头ETF是这样子 是不是 七巨头那七档嘛 那七档大家都知道 那得以半导体 是半导体的晴雨表 他盘后涨3.8% 不过有趣的是啊 他第三季 伏优于预期 可是他对 他公司要讲 我第四季不怎么样 库存还在消化 是低于预期 那我就跟你讲 我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就是股灾 这个地方就是股灾 这个就是股灾 其实他商计了以后 营收也不怎么样 但是没关系啦 那什么叫优于预期 这个股灾 因为这个股灾 全世界的股灾 那美国的机构 他们就有一个方法 他就把预期降低 所以当你公布的时候 就会优于预期 可能降低 这样讲 不然比如说这间公司 之前大涨 对不对 应该要贪100块 对不对 所以我给你预期了 因为他大涨 所以我就把标准稍微调高一点 一直大涨 然后就预期他可以赚100块 结果呢 遇到事情他暴跌 他暴跌 哎呦呦呦 这样怎么办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股灾啊 遇到股灾暴跌 哎呦呦呦 坚戒 不然你预期也贪100块 现在贪10块就好了 10块就好了 结果他公布财报呢 贪20块 哇大幅预于预期 华尔街这一两百年 一百多年来啊 全部都用这一招 全部都用这一招 好一点就预期稍微高一点 因为多头是这个市场的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做多嘛 除非是金融风暴什么 那特殊的没有办法 通常啊 大家都愿意做多 所以符合你的心 对 那预不预期啊 是这些法人决定的 那我就把你预期调低一点 因为这里是股灾 我就把你调低一点 本来我心目中是应该 应该贪100块 因为遇到股灾呢 我看没错就贪10块就好了 大家可以赚10块 你财报公布呢 贪20块 那就涨了 因为财报公布贪100块 就标起来 用标的啊 是不是 所以才会出现第三季 因为就是第四季看法保守 对吧 你说那个 艾斯莫 哪给你看艾斯莫 A ASM 艾斯莫 他已经跌很深了 他已经降低他的预期了 现在营收还是算是不错的 比资算是不错的 营收是符合预期的 有赚钱的 符合预期的 不过因为他住大公司 他讲实话 我的订单被砍了一半 还有呢 我下一季度很差 那最近就跌下来了 有外资帮他讲话 他就赶快说 他2024 2025年还是 2026 2026还是会不错 每年不用这么过 这种太久啦 太久 叫艾斯莫 所以 华尔街百年来都是用这一招 遇到股灾 对吧 那预期就给你降到低一点 所以你看到财报 一定会优于预期 大部分 到目前八成都优于预期 就是拜那个八月四号 那个全球股灾之次 那今天晚上很重要 那就奥妙就来了 奥妙就来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 我跟你讲美元指数啊 来到这个七成时 比较有利于电子股 如果过了105 是不是就来到这里 就可能转空了 表示说 说这个通膨压力很大 那月到底下 我之前跟大家 这个地方就有利于飞电 所以这个地方 到穷就大涨了嘛 所以这个还要 把陆股把它放进来 因为大陆股是毕竟啊 它就旧房地产 它以内需为主 也是比较有利于飞电 比较有利于飞电 那美元呢 持续上 这是昨天美元 那今天 这前一个交易日 我们刚才讲的很仔细 那昨天美元又继续 小高 创小高 那美债呢 继续涨 就是美债涨的因素嘛 美元涨 美债继续涨 可是 真的有利于到电子股吗 看不见 好那来看一下 那 上证 有没有 这是昨天 那今天的上证 上证 强力刚好入股 这是昨天 10月21号昨天 强力刚好入股 那回答呢 在高点 昨天是小不拉 税尾也没有印 艾斯默不用看了 这个 得宜 明早 昨天刚刚的财报 那今天 盘后涨 那看一下保护生 这是我跟你讲 买金 今天的保护 这个中国 中国高股实力 我都看好 非常看好 这个这个真的很看好 很看好 中国 中心中国高股 这个很看好 这保护生也看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 有没有 中国股市 上证 这是现在 因为上证 还没收盘 那天风证券呢 我说 天风证券呢 证券股市 创新高 它今天创新高 天风证券 我稍微拉下一点 有没有看到 天风证券 啥下 天风证券 创新高 证券股市 是入股多头的领先指标 当然最主要是在上证这一块 好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 就赶快来看 上证 震荡 震荡 但是为什么 所以天风证券 天风证券 今天没有收涨停板 因为它毕竟 来到高点 有没有 它翻黑 它翻黑 为什么它上证高 它翻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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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盘中涨停 那突破高点翻黑 那明天才是重点 是不是上证指数结束了 因为它一翻黑 你看它高档就下来了 但是不要忘了 天风证券 今天是创新高的 今天是一度涨停创新高的 可见 可见 就看到明天 可见中国股市创新高 不是没机会的 是不是没机会的 创新高不是没机会的 因为已经有创新高的证券股了 那创新高就有卖压 这是一定 因为这是几涨 这个也是几涨 几涨 这个几涨 昨天涨停 今天过高拉回 现在翻黑 所以这种就是 股市当中的斗争在这边 但是呢 它创新高是事实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看 中国股市能不能突破新高 然后呢 衡生科技指数 当然都会受影响啊 这个是小涨嘛 但技术现行等待突破 但是我看好 我没有改变 非常看好 可见指数 川普盛行概念股 以国外来看的话叫石化 所以今天 今天什么化工类股 这个1721的 有没有涨停 1721 你看一下这证券哦 这是中国股市哦 没有跌还是涨的哦 还是涨的哦 你要搞清楚哦 因为你 你从 天风证券来看的话 它是创新高的 来 这个三晃涨停 三晃涨停 中国股市快收盘了 好 那 就石化嘛 生计基建 所以才有细光子继续长 那中概呢 中概电子股呢 这个中概是有转单的 是有转单效应的 转单效应的 我们赶快来看哦 海基电 昨天说会不会导撞反转 今天呢 所以明天不可以调空下来哦 这就真的是导撞反转了 至少你说 技术面不可靠 参考也要啦 参考也要啦 参考都要啦 那今天长龙没有动 长龙我们是这边卖 这是创新高的啊 这边买回 我都跟大家讲过 那没有动 那长龙台基 所以你们就注意看哦 台基 明天不可以跳空 那在这过程当中 今天他拉回 今天因为日本那个 第一游船有没有 稍微拉回 所以他跟着拉回 这都是紧紧的契合在 那为什么台基电 今天还是跌呢 难道他没有看到 半导体的以半导体呢 盘后是涨的 它是半导体的晴雨表 可是我说过他第三季 预期第四季看法保守 今天晚上是涨是跌 到底说如果真的看好 他盘后涨这个3.88 台基电今天不该跌啊 台基电不该跌 今天台北股是跌200多点 是不该跌啊 这样懂意思吗 200多点 所以这个是真还假的 因为他号称半导体的晴雨表 那这个回答台基电闹内讧 美思 我说11月生气转折 这都没有东西停在那边 好 这个卫胜 卫胜就明天重要了 明天就很重要了 我要讲一下 他从这边算来第21天 所以他会内困3日翻红 就像这个地方 可是因为他不在时间波的转折 所以他没有突破 他突破就拉回整理的 这在时间波的转折 这在时间 这一个点是在时间波的转折 这一样是内困翻红上去 所以他如果明天走了 是这一根红棒上去 他就不得了 因为他是时间转折 第21天的一个机会 明日是时间多方转折 所以明天他加油加油 这个变化会整个冲出去 就不得了了 知道我讲的嘛 那中概电子股还有他系统 那这个莱德三日内 我刚才说三日内币怎么样 会不会弄出一个像绿界科技 只有他有这种情况嘛 一样化葫芦嘛 好 那这是我们昨天公布的 今天开始涨的啊 开始涨的啊 基本面很好的几十块的股票 几十块的股票 基本面很好 几十块的股票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你去赶快先来填表 几十块 你买一张不一定 都猪皮些都贪不少跟你说 先看看一下 这支 那有没有 填表 你要这一支就填表看一下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讲 现实抢购 现实抢购 现实 五天 五位而已 是不定我一下节目就 五位就来了 因为 会期你就不用想要讲过了 那会费呢 一口气减 减这个 一口气 一口气就减掉这个了 但是就 到 十二点 到礼拜五十二点 但是 如果今天额满就没有了 今天额满就没有了 来电 来电 好吧 那我们黄金这个都涨 没关系 那我们要谈这个美国电力 这个 这个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 大家最近在封核能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真的如果我们 那时候我在选举之前 跟大家讲说 重点概念 如果是 因为 不见得是 是民进党当总统啊 这样懂得意思吗 不见得是民进党当总统啊 还有在野党当总统的机会 那是选举之前啊 所以 选举之前 我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 台湾 因为 现在的当家 的执政党 他有非核家园的情况啊 那 在野党 一定是核电啊 这样懂得意思吗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 如果 我的大前说 如果 国内开始用核电 那重电内股会重错 照理说这个逻辑也不是很通啊 没有关系 我们就暂且这样讲 因为国际的这一些有没有 都创历史新高这些电力概念股 他们只有一小部分是核电而已啊 你只会核能发电厂是 你没盖就可以盖哦 台积电想盖就可以盖啦 对不对 你台电一盖就两三千亿几千亿呢 你以为随便都可以盖哦 其实这个里面的这个所有的全世界重要的电力概念股都是大厂啊 他里面核电说他兴起也只是他小 我这个大厂 我像我这个像台电这样台电 我里面会有 会有重电的里面的配电的单位 对不对 配电的单位 那台电的配电这个是交给这个重电这些股票 或者说 这个相关的不键 不断电系统除能啊 甚至我的大厂里面也有也可以做做太阳能等等之类的 那太阳能就一定要要这个这个像亚力这种这种变化变换器啊 变压器啊 没压力没钢啊 是不是 所以我当时我的想法 想法是虽然说我认为那也不是很合逻辑啦 因为这个国外的建的大家在流行核电 在讲核电嘛 有没有 风核能 那是想说那如果核电有 因为我们的政府一直在推 会重电类的嘛 因为电力明显就有问题在嘛 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啦 然后呢 核能股 对也是这些 这是10月21号 就最近大家才热衷于核电 那这国外的大厂 这些都包含在这些大厂 这是ETF 这大厂当中他们本身就有核电啊 就有智能电网啥 所以他们要做核电 他们本身还有太阳能 除能都有 这个大厂才叫做大厂嘛 对不对 其他的那个小厂的 油矿啊什么那个 另当别的那个 但大厂都有 所以当时我认为说 选择前我跟他讲 如果真的 核电的话 那重电类股就不怎么样 可是 可是 那所以呢 我们经济部长说 我们买电要到 买电要去哪里 有没有 去哪里 去菲律宾设厂 因为我们还是限制 那所以啊 那我们就 就提到了 当大家这个闹闹 他就想说 政府也很有诚意 但他说 对新核能啊 态度开放 因为赖总统在选举之前就说 他这四年当中 他不会用核电 他四年他不会用核电 所以要拼连任之后 那最快叫203年才会评估 全世界的导向 也是在203年比较大众化 所以短时间也不可能啊 那怎么会因为核电啊 重电股大跌呢 第一个不合逻辑啊 因为全世界大厂大涨的 不见的都是 那些创历史新高 不见的每个都核电啊 但是只是证明一件事 全世界电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够用 这一些啊 这些只是告诉你说 全世界的都不够用啊 这不够用啊 这电力是AI的重点啊 才造成这些 你以为它里面的成分口一堆啊 都是核电吗 不是嘛 就一两档意思一下而已啊 其他都是重电 智能电网那些 对 就算你太阳能电的话 你也要有变压器啊 大型变压器做转换啊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 今年2024年 所以呢 你会看到它 我昨天看 昨天他在讲啊 这不好 我都没有人敢讲 我没有那个不敢讲的啦 对 他今天就 今天就涨了6%多了 对不对 而且他是台积电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 外商 外资来台湾设厂 买创 买那个群创的厂子 厂子要做什么 这些外资要做COAS 要几道地啊 要建厂啊 什么的 AIGD啊 什么大堆 请问他有没有电力的问题 台积电的法说会 法人问 电的问题怎么样 台积电有答等于没有答 他说 我们政府保证 我水电都够用 可是电的问题 就是个学问的 所以朝会有 我们经营部长说要到非设厂 当然这个 这是不可能啦 可是我们的电电工会啊 英业达的董事 英业达的董事长 就跟你讲是除电 那请问 我昨天就跟你讲说 对 我跟你讲说 不断电系统是不是除电 临时断电的话呢 我拿备用电来 那这一句话是不是除电 是不是除电 那如果外资 外商来 外商来台湾设厂 第一个考量台积电 你说的 这么多水电 那如果没搞的时候 一定想到第一个就是 不断电系统 临时 怕是怕临时 那边缘都要做不断电系统 手术当中没人做 是不是 好 压力啊 昨天 昨天还跟大家讲啊 我没有那个不敢讲的 今天长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 它会变成 重电概念的极先锋 我认为 它也有可能再来一次 非常有可能再来一次这样 这样 因为 它来到相对的低点期了 对不对 而且 你听它讲 2030年 还有呢 今天我们台湾一个是 非核家园 你知道吗 核三第二场 本来还在运作 说到税修啊 41天 所以台湾现在是零核 发电啊 未来41天当中是 是那个电的来源没有一度是来自于 这个核三场的 所以台湾已经废核了 完全废核了 至于未来呢 当然说41天 41天再说啦 但未来 未来要讨论是2030年 今年2024年 那这七年当中啊 台电给的订单啊 至少到2027年 所以这个毋庸置疑的 那你说2027年啊 那以后再说 第二个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啦 全世界大厂这一些 这些大厂做核电 就算有做核电 它也是都是包罗万象 它里面的就是 就是不断电系统啊 什么的 这个变压 大型变压器啊 什么一大堆 它什么 智能电汉 强韧电网 他们都是这种厂子 所以如果某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电 将来如果能够核能 核能发电的话呢 它的不断 它一些重要的配电等等的时候 也要底下的像他好了 所以大家订单至少到2027年 对 那还会再继续啊 因为电力啊 这个东西到现在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我还是要强调 你不觉得它跌得够多了吗 你不觉得它跌得够多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 注意明天威慎那个时间波的转折 懂我意思吗 11月是生计月 现时抢购 只有五名 额满就没有了 只有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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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 82 99 我讲过你就不用去想那么多了啦 那会费内 一口去减两万哦 就会要续约这个也很有吸引力哦 有没有 一口去减两万 一口去减两万哦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就参加 明天注意什么 我要讲很清楚了 从国外的 还有中国股市的 你终究要参加我的 为何不现在参加 再讲一次哦 减两万哦 减讯会员而已啦 减两万哦 减两万哦 2653 82 99 2653 82 99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 更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